第二个片数 散布正能量报导 报喜不报忧 最近有国内朋友写信告诉我说 他因为这场疫情才翻墙出来 也才看到我们的节目 他说的没错 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灾祸的时候 只有网络与海外媒体才能看到真相 比方说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可以看到上海的居民楼 被铁丝网严密封住门口 党对待人民就像对待动物一样 而这种不人道的举措 也引发居民的强烈不满与抗争 这些第一现场的真相 只有海外的网络与媒体才能见到 然而 在中共党媒上 见到的却是形势一片大好 抗议人员很辛苦 党带领人民抗议攻坚有城 以及宣传大批的抗议英雄 等等的正面报导 完全看不到一层百姓遭受的封城之痛 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正能量报导 只说有利于党的一面之词 遮掩住那些不利于党的丑陋真相 比方说 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市 4月27号宣布封城了 国际媒体纷纷报导说 义乌封城不但会冲击全球小商品的供应链 还会冲击中国的出口贸易经济 但是隔天中共党媒报导的却是世界超市义乌 实现外贸大增速 说义乌克服了疫情影响 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贸易出现大增速 好 明明义乌封城了 党媒却遮住这个事实不让人看 反而告诉你义乌一片大好 是不是很精神分裂呢 再看一个大外宣的例子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主播刘欣 日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 说北京开始紧张了 但她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抢购囤物资了 她还发出了好几张 北京朝阳区超市里商品被抢购一空的照片 但是过没多久 刘欣把帖子删了 再回到那家超市拍照 发出新的推文 改口说超市的货品一夜之间就补满了 物资供应充足 还亲自跟蔬菜合照 刘欣为什么要紧急改口换照片呢 就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是党媒大外宣 不能说丑陋的实话 只能说报喜不报忧 所以才赶紧冲回超市 重新拍照改推文 这就是党媒用正能量报道 来欺骗人民的宣传手段